大家好,我的名字叫Alice 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已婚的女人,然后有三个儿子 其实我的三个儿子是有special needs的 前面的那两个 所以我的大的有情为自闭症 我的第二个呢,那个condition叫做dyspraxia 所以呢,我一直都在寻找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 对他们的成长呢,身心的成长都有帮助的 后来呢,我就开始用了这个Young Living Oils 我用这个Young Living Oils大概是有十年之久了 对,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呢 想要简短的分享一下的就是 我如何就是利用跟运用吧 那个香精油呢,来让我自己跟自己连结 处理我自己的情绪 然后使我更好的跟孩子连结 对,起初呢,当我在开始用香精油的时候 我就会说,哎,什么油对孩子好了 对孩子的情绪方面好了 尤其我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儿 所以呢,情绪啊,控制情绪 处理情绪这方面呢,其实都蛮重要的 对,所以呢,后来呢 有一次,我就在跟我的大儿子对话 我就在问他 我说,哎,妈妈用了这么多不同的香精油,对吧 你觉得哪一个香精油 你用的时候感觉到能够让自己最安定呢 那后来我的大儿子回了我一句 他说,妈妈,只要你安定 其实你把什么油放在我身上 只要是你放的,我都觉得很安定 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突然间想起说 对,那我必须先处理好我自己的情绪,对吧 那我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孩子 而且跟孩子连结 所以呢,我今天所要介绍的就是 这几种香精油吧 是我经常用在自己身上的 对,那就来谈第一种 对,这个是Valer 对,这个Valer的香精油呢 我除了用在自己身上 其实也常用在孩子身上 这个有一个非常calming的effect and very grounding 然后让我觉得说 我是能够站得稳,坐得稳的 对,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 所以Valer呢,我经常要么呢 就是放了一滴,然后深深的吸进去 不然的话,就是有时候放在脚底 有时候也就是放一滴在胸前 这个样子 那第二呢,就是说 你知道只要我们有在外面走动啊 在外面工作 肯定有时候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 对不对 所以呢,有时候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带回来家里 所以呢,我经常用这个叫 White Angelica 那White Angelica对我来说呢 是可以帮助我处理 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所以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呢 要嘛就是同样的 深深吸一口气 放一滴,吸进去 不然的话,我就这样子扫过我的身体 这样子扫过我的那个Aura 就是好像清理干净了我个人的这个情绪 它的味道呢 也非常好 所以呢,我会觉得说 当我这样子处理过了 我会觉得我整个人也比较平稳 也比较安定 跟孩子连结方面也都比较容易 对吧 所以呢,我们人都会有情绪 不过重点在于情绪方面的那个表达 我觉得通过用这些金牛 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 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 Frankincense 这个花员应该叫乳香吧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也非常有一种平稳的 给我一种很平稳的一种感觉 让我可以呢 在嘈杂中比较定下来 这个对我的那个效果 其实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immediate的 所以呢 我在讲这些金牛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当你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尊重自己的身体 尊重自己的感受 你想用哪一种 想放在哪儿 对吧 然后想 是想要吸进去呢 还是要插在脚底呢 还是插在胸口呢 还是头这些都可以 重要的是 让自己觉得更好 能够更加的平稳 好 那最后一个呢 这个Gentle Baby Gentle Baby呢 我是使用在我自己身上 也使用在孩子身上 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Gentle Baby呢 它是比较淡的 不过它的淡淡的香味当中 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甜的 所以呢 也非常能够帮助到我 跟我孩子之间 所谓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吧 就是我插在自己身上 然后呢 也插在他们的脚底 或插在他们的胸前 然后当我们在 对话之类的时候 就是有大家在意 在一个 在同样的一个空间 同样这种感受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样 所以呢 那希望我今天所介绍给你 短短的这个介绍 对你来说会有帮助 那就预祝你 跟自己好好连结 然后呢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跟孩子 更好的连结 谢谢